大家好,我是讲解员汪凯瑞 李白被组织调回上海后 于1945年年底重建电台 建立上海地下党和党中央的沟通联系 在1948年12月29日深夜 国民党侦查到秘密电台的位置 将李白逮捕 被捕后,李白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 始终守口如瓶 坚守党的秘密 特别是保护了党的预备电台 使该台与党中央的联系畅通无阻 敌人见从李白口中得不到任何东西 在上海解放前夕将李白秘密杀害 1940年夏天 秦鸿军受党组织委派 重回上海建立秘密电台 为了保持上海地下党同苏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秦鸿军几乎每天从深夜工作到黎明 为了防止灯光外露和减轻发爆时发出了电剑声 他用双层窗帘遮住天窗 用纸护住墙壁的缝隙 1949年3月17日深夜 秦鸿军夫妇俩被敌人秘密逮捕 在狱中 秦鸿军受尽刑讯折磨 但他始终坚真不屈 5月7日 上海解放前夕 秦鸿军被秘密杀害 人生自顾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为了保护电台 革命新辈们守口如瓶 大义凛然的风范 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点击关注 听兵哥说更多当事知识 听兵哥说更多当事知识